大家好,我是九米 我现在是在住中原区的百花路河 油埃路巨压口 这边有个农贸市场 然后来买点牛肉,汤下牛肉 我这样喜欢吃 那钱点毛多,你这儿会挑不回 我这儿是用辣椒药 我这儿只有辣椒药,我给你包一个大辣椒药 这个时候被人家煮了牛油盐 回去聊以后,把辣椒药放在小馆里 然后切成丝 这个辣椒药一定配牛肚 这个辣椒药配牛肚 这个辣椒药配牛肚 这个辣椒药配上,牛肚是不是煞的不如放了 对,这样是,抠着药有点重的话 一煎一煎一煎熟 一煎一煎熟 拿三十块钱牛肉吧 要少筋的,直接切就行 三十块钱了 尽量不带筋 只管切片就行 我直接切了 老板,你们是东边开店了? 开了,开了 是在哪儿的? 市场有一个 哦,这叫东边 东边还没有 我之前听你们员工说 好像是不是要开第三个店了 对,那是在北边 哦,北边,我听错了 北边是在哪儿? 在路约路 哦,我还想跑东边开了 我还想给我们朋友介绍一下 对,三十块钱就行 这家有一点做得很让人舒服 你比如要三十块钱 他会一点点往上架直到三十块钱 你不像有的商家 他就故意给你马弄到三十五块钱 然后说,哎呀我撑多了 意思就是说你要吧 好,谢谢 好,再这样 还有胡辣汤吗? 不要芝麻酱 千万不要芝麻酱 多少钱? 六块 加盒子 盒子没加钱 好,谢谢 现在我已经回家了 这是一碗胡辣汤 这是刚才买的牛肉 还有一瓶无糖可乐 这家的胡辣汤呢 味道是那种中规中矩的 你也说不上好 但是说不上不好 就是能够及格吧 之前有二六七八市场 大概就是17年还是18年 拆之前嘛 他们家有三家胡辣汤 开了有十点了 哎呀我特别喜欢吃 但后来这个摊位都被拆掉 变成天亮场之后 现在就没办法了 现在有的吃就不错了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郑州的一个损食 他们家的牛肉 看到了吗? 我非常喜欢吃他们家牛肉 就因为他们家牛肉 第一是看起来很嫩 而且吃起来确认很嫩 而第二的就是没有怎么上色 口感也很淡 就非常适合我这种 对吧 呃高血压患者 同时呢也非常适合调味 因为就有点像 介于白白煮和那种酱牛肉之间的 味道比较淡又比较嫩 吃起来就很容易 根据自己的口感让我再 怎么样调调味嘛 嗯 牛肉放一次 这牛肉的话 是一百八十五 一百八十 呃一百七十块钱每公斤 最早买的时候是六十五块钱每 那一百三每公斤 那很早很早 让我一点点涨价 就是从去年 2021年到2022年 现在是2022年的一月份吧 这段时间涨价涨来挺厉害的 但是他家的价格始终相对于市场价格 还是可以的就是中等偏上了一点点 但是这个品质口感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买 而且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 他家这个牛肉很嫩很烂 就是为数不多了像我93岁的姥姥 包括以前有姥爷 九十九十一九十二时候 他能咬得够的一斤的牛肉 这才舒服啊 然后再吃一份菜 今天这个小日子过了就不错了 好 这就今天视频 谢谢大家观看